一辆警车被几个不明身份的光头给拦路了 他们轻松的卸到车门 然后把绑大腰圆的警长摔死在了路边 有人称这部影片为科幻版的目光之城 他头一天上学就成了校草 他可以隔空打碎灯泡 关键时刻还能救下跌落的女朋友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会不停的搬家 为什么会不断的遭到追杀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关键第四号 在一个不祥之夜 两个男人正在深山老林中睡觉 这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来 男人拿起武器向窗外会视 突然在电光火势之间 男人就被一种恐怖的生物给掳走 另外一个男孩急忙出出了房间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林主奔跑 怪兽则在后面紧追不上 男孩奋力一跃跳进了山谷 当他刚躲过怪兽的追杀 就被相貌诡异的外星杀手掐住了脖子 外星杀手拽掉男孩胸前的吊坠 随后一刀将男孩杀死 男孩顿时粉身碎骨 化作一片粉尘飘散在了山谷之中 丹尼尔是某中学的高中生 由于长得人见人爱 因此颇受学校里的女生青睐 晚上他可以女生约会在海边游泳 两人刚刚展开话题 外星杀手被用隔空传音的方式 给丹尼尔下达了死亡通知 背头出示丹尼尔的守卫 从外星逃到地球后 他一直忠心耿耿的保护着丹尼尔 外星杀手的出现 说明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为了逃命 两人离开此地前往天堂镇避难 丹尼尔来自遥远的洛林星球 后来洛林星球被毛家星球入侵 丹尼尔和另外八名孩子一起逃往地球 他们是洛林星球唯一的幸存者 前三名孩子已经被外星杀手给干掉 而丹尼尔是关键的第四号 也是外星杀手的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丹尼尔和背头出 一直在世界各地流亡 就是为了躲避外星杀手的追杀 刚刚跟同学们混熟又不得不离开 丹尼尔的心情非常的郁闷 背头书删除了丹尼尔之前的所有记录 又重新给他伪造了新的身份 搬到天堂镇的头天晚上 一条小狗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口 从此这条温顺的小狗 就成了丹尼尔加勒汉堡人员了 外星杀手的出现 也引起了关键第六号辣妹的警觉 他收拾好物品 炸毁自己的房子 从此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丹尼尔耐不住寂寞 他伪造了一套学习证明 答应背头书的约法三章 背着书包到天堂镇高级中学上学去了 在报道的时候 他认识了女同学沙拉 上学的头一天 丹尼尔结识了技术型宅男小白脸 小白脸经常受坏小子狗剩那帮人的欺负 由于身材瘦小 他是敢怒而不敢言 实在看不下去的丹尼尔及时出手 教训了其中的一个同学 沙拉爱好摄影 他经常会拍一些照片 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 他把丹尼尔的照片刚上传到网站 就被背头书给删掉了 为了防止外星杀手找到他们 背头书必须让丹尼尔保持低调 外星杀手来到丹尼尔之前的住所 通过气味 他们知道丹尼尔并没有死在这里 上课的时候 丹尼尔的超能力突然开始释放 这种现象是他无法控制的 为了不被别人怀疑 荒乱中他只好跑进了鼠塘室 背头书很快发现了异样 他跑到学校告诉丹尼尔 他是九个孩子之中 唯一具有这种超能力的人 他的超能力来自于他的父母 而他的父母曾是落临星球的首位军成员 丹尼尔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超能力 不然他是无法回到学校的 经过几天的训练 丹尼尔已经可以熟练的控制自己的超能力了 丹尼尔晚上无意中遇到了沙拉 双方两情相悦 丹尼尔当晚就到沙拉家吃饭 可让丹尼尔没想到的是 沙拉之前是男同学狗生的女朋友 看着丹尼尔从沙拉家走出来 可把狗生起的不行 第二天狗生就和自己的狐朋狗友 狠狠的整骨了丹尼尔和小白脸一把 为了防止自己的身份暴露 丹尼尔强压着怒火没有发作 小白脸的老爸是一个怪卡 他坚信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多年前小白脸的老爸神秘的失踪了 据说是被外星人给劫持了 小白脸受了他老爸的影响 也一直在研究关于外星人的课题 背头出来到小白脸的老爸研究外星人的地方 在低线石里 他找到了半块蓝色的水晶石 晚上丹尼尔和沙拉到嘉江华游玩 愚怒未消的狗圣和几个同学 趁机偷袭了丹尼尔和沙拉 为了保护自己的心上人 丹尼尔被迫使出了超能力 而这一幕刚好被小白脸给看到 丹尼尔无奈 只好向小白脸承认了自己是外星人 说自己正在被追杀 希望小白脸保守住这个秘密 转过天 狗圣那位当警长的老爸找上了门 狗圣的老爸态度坚决 发誓一定要查出伤害他儿子的凶手 背头书一看事闹大了 一直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 于是便准备收拾东西跑路 但丹尼尔已经爱上了沙拉 他宁死也不肯离开这里 背头书一看这情况 意识到这小子是鬼迷心跳了 但丹尼尔身上背负着众人 他绝不允许这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吓唬来 他给了丹尼尔一天的时间去向沙拉道别 第二天一早 丹尼尔突然发现背头书被人给绑架 绑架背头书的人让丹尼尔到某地点见面 随后小白脸开着车拉着丹尼尔来到了约定地点 绑架背头书的是两名灵异网站的负责人 当丹尼尔刚解救了背头书 外星杀手就出现了 原来这是一个引诱丹尼尔上钩的圈套 双方在黑灯瞎火的地下室展开了刺杀 三个人在开车逃跑的途中 背头书不幸被外星杀手给刺伤了 他把那半块水晶石交给了丹尼尔 这块水晶石是小白脸的老爸用来搜寻外星人用的 背头书告诉丹尼尔 他们剩下的六名幸存者必须聚在一起才能更加的强大 背头书最终没能撑过去 剩下的路只有靠丹尼尔自己走了 临走前丹尼尔就向沙拉道别 狗胜马上就给他老爸打了电话 警察很快又杀了过来 情急之下沙拉从房顶掉了下去 丹尼尔急忙出手相救 他掀翻警车的超能力被人拍了视频 并很快上传到了网上 狗胜和老爸开车追赶丹尼尔的途中 被外星杀手给拦住了 外星杀手干掉狗胜的老爸 然后压着狗胜就抓丹尼尔 当丹尼尔和沙拉正在学校的暗室里 逆拧歪歪的时候 外星杀手压着狗胜杀到 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恶战拉开了虚目 外星杀手装备精良 大货车里还拉着两只凶猛的外星野兽 残酷的战斗开始了 但打响第一枪的居然是文训而来的 关键第六号辣妹 辣妹一出场就用漂亮的脸蛋 傲人的身段和眼花缭乱的超能力 征服了所有人 有人说他是克里斯丁斯图尔特 和斯加利约翰逊的合体 性感迷人能哪能提 小白脸从家里找出另外半块蓝色水晶石 拉着丹尼尔家那只看家护院的小狗 刚来到学校 车厢里的那两只猛兽就窜了出来 小狗一看情况危急 也就不藏着掖着 在驾驶室里就开始变身了 紧接着双方上演了鸡飞狗跳的混战 跟着丹尼尔从落林星球 一路而来的那只小狗 其实是上古神兽看麦拉 战斗力那是杠杠的 很快就摆平了其中的一只猛兽 影片的最后一场大战 在校园的操场展开了 坏人向来死于花多 当外星杀手正啰里巴索 絮絮叨叨的时候 丹尼尔瞅准机会 和辣妹联手把对方给干掉 丹尼尔和辣妹将两块水晶石合体 查到了其他同胞的下落 大彻大巫的狗圣则从警方的证物室 偷出了丹尼尔父母留给他的神秘盒子 这个盒子始终没有打开过 里面就硬装的什么玩意没人知道 为了寻找其他的同伴 丹尼尔词别沙拉开启了他新的正常 饰演丹尼尔的演员亚里克斯帕迪福 曾被美国电影评论网站 评为年度全球百大英俊男士第49位 人帅还有超能力 你说得有多客气 只要脸蛋长得好 不愁没有媳妇的好